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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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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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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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说对了 那请希望你以后的生活甜多一点好不好 我们再来认最后一个字吧 我觉得这个字相当有挑战 如果这个字你也认识的话 那我就服了你了 我要拿出来了 这个笔画也相当多呀 我就不信他能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小兔是外呀 一起外小兔呀 想吃什么菜呀 快来说一说呀 切一切煮一煮 炒一炒炸一炸 好想要切一切煮一炒 炒一炒炸一炸 发发发发发发烧 上菜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说 下巴 下巴 我要开花 滴答 滴答 下小雨了 小朋友们说 下巴 下巴 我要正光 快乐之心 精彩同行 中医是我们国家传统医学 有着几些年的悠久历史 小朋友们对于中医医学 有多少了解呢 今天快乐之心就带领小朋友们 来到吉林省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展馆 来体验传统中药山楂丸的制作 那小朋友们 能不能把山楂丸制作成功呢 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非常欢迎快乐之心的小朋友 来到吉林省中药博物馆 来参加本次的 宋盆医学课堂 大山楂丸制作 中医的体验活动 我先带领大家 一起认识一下桌面上这些 实验器材 实验器材 首先呢就是手套 手套呢是和实验必备的 一个保护自己的工具 那么每个小朋友和家长 分别戴一副手套 现在请家长携手 小朋友们 把手套戴上手上 太好了 可以戴上 可以看一下 面前有药粉 这个药袋里边 分别有三个药材 第一个是炒六神菊粉 第二个呢就是炒麦芽粉 第三个呢 这就是山楂粉 大家看一下 那山楂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山楂可以消食化鸡 对不对 而且还能够活血空虞 那在消食化鸡 它能化什么样的一个基石呢 化的就是肉类的食鸡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 一起去完成这个过程 把药袋依次打开 将药粉放入面前的 这个混合的盆中 然后呢 用筷子进行充分搅拌 将三种药粉充分混匀 这就是咱们实验的第一步 如果有些块儿的话 可以用手稍微凸碎 对 稍微凸碎一下 这个呢就是蜂蜜 咱们所熟知的蜂蜜 一定要用温水去充分 这样呢 不会破坏蜂蜜月中 所出海的这个霉类 能够有助于这个消息消失 这一份能测出四十瓦吧 哎呀 太好了 很柔的 第二个就是搓药条 搓圆 搓匀 看谁搓的圆 搓的匀啊 然后啊 将你做好的药丸放在这个纸上 好不好 哎 对 这个有点小啊 这这么大是正好的 这个在我们分成三六九色 三个五个等纸 咱们在开家玩呢 是九色的玩具 因为它是要效啊 就是要比较大 好啊 那是什么包到主上 包包 自己包 那我教你一个 谢谢啊 你包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两个一米香烤烤 哦 好 好 尝一克 尝一克很好 然后回去呢可以放在鸡箱里 想吃的时候呢就拿一碗来吃 一碗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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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刻意玩成人的话 是一天三次一次一碗的啊 如果是小朋友呢 他的量应该是半碗啊 应该是半碗啊 这个是药材 所以它的食用呢不宜过多 小朋友在夏天吃它呢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但是毕竟是药材 一定要食量啊 哈哈 妈妈也吃的 我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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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的 那些山珈丸要给谁吃 爸爸妈妈 为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每天上班 不太清楚了 好 你转信一下我们的山珈丸 好不好啊 好 好 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